Detail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head上方 加入这个detail的一个类别 CS类别,那里面的话我做哪些事情 Color 等于什么呢 Green,就是我是绿色字 Fone Size等于12 那再把它套用上去,就会有这个效果出来,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是增加了一个类别,这个类别在这里,然后把它套用上去 这个类别就出来了 那这个detail就会出现在最上面 那你会想说,老师那在那个 Greenweaver里面,我要怎么自己加一个什么,自己加一个类别 其实很多同学对Greenweaver好像不太熟 这边简单讲一下,如果自己要加一个类别,以后你要套用什么 你要在网页里面,或者在App里面要加一个字形,比如说你觉得 老师这个字我不想要变绿色,我想要变红色的 那大小的话呢,我大概也差不多是 14好了,稍微大一点点 那我可不可以再产生一个类别 然后套用上去,我有不一样的效果,其实可以 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新增类别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CSA样式 有没有 记得是在CSA样式里面 增加一个自己类别,这个跟 JQ Mobile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跟网页以前的做法类似 然后呢,请你选择一个什么呢 这里的话,请选一个类别 那类别名称的话呢,比如说我叫做 这边我给他一个类别名称 比如说叫做 C1好了 就是 第一个类别,Class1 OK 然后呢,放的位置 预设是在文件 此文件的话,那将来他就会自动 放在这个文件的上方,就head上面,会增加一个C1的类别 OK,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就会跳出一个什么 C1 的类别出来,有没有,这个类别 那我要怎么样去 增加一个类别,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字是 红色的好了,那各位可以看到字形,有没有 红色的 找一个红色字 那字的大小,FoneSize 14好了 稍微大一点点 看一下 PoneSize还是Pixel 我们用Pixel OK 红色字 14个Pixel,按确定 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 新的类别出来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多了一个什么 新的类别 那这个新的类别,如果我要套用在 这个字上面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选举他之后,有没有 再找到 这个地方类别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C1,有没有看到 点下去 就会看到我要的效果 所以特别注意,以后你们要 加一个样式进去的话 不像